心里 Ain完全� 골� Ama бы 你還有你 HELLO 大家好 我是 Vil caution 我們今天也是米其林美食屁屁的特派員哦 今天的話就只有我啦 那因為這家現aches蝦仁肉園 目前因為一起合影期慣沒有裁房內用 所以我們外帶回家點來吃 我們就來點菜吧 好我們就點完它啦 等等就外帶回家吃 好我們現在帶回來吃啦 我們就來吃看看口感怎麼樣吧 其實這個肉圓我還蠻期待的 因為看起來就是 晶瑩剔透很可口 粉粉嫩嫩的 它的皮好軟喔 因為肉圓的醬汁非常的重要 它的肉好扎實喔 而且它的醬汁是 清爽的 然後有一點點柴魚香 就是有一點點帶一點甜味 而且它裡面有包一顆小蝦仁 這個是賤蝦蝦仁 蠻可愛的 它吃起來這個也是QQ彈彈的 是不會有那種粉粉的感覺 吃得出來還是新鮮的 而且它的皮啊 它的Q彈 它跟我想的肉圓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之前在老家吃的肉圓 是那種皮比較厚的 然後也沒有到這麼軟軟的感覺 是比較扎實 那這個的話就是有那個吃起來有那個香味 然後又QQ軟軟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不分年齡吃 你都會覺得蠻喜歡的 因為它的口味是清清爽爽爽的 有沒有超Q彈 我們來吃看他們的香菇肉羹 我原本想點四層湯 不過我們去的時候呢 比較早 所以他們的四層湯還沒煮好 他們的料也是蠻多的耶 沒有 滿滿一碗 我們吃看它的肉羹 它的肉羹 吃得出來就是它是直接吃一塊肉 的那種感覺 因為有的肉羹吃起來是 有再合成的 那他們家就是很紮實的 是一塊肉 而且它裡面的肉 非常的多 然後湯的口感呢 它也是偏 有一點點 它可能有加醋 有一點點酸酸的 然後它這種是 越喝你會越順口的 它不會讓你喝起來就是還想再喝水那種 它感覺沒有什麼添加什麼 額外的調味料 我覺得整體來說還蠻不錯的耶 他們家這邊都是走 偏 清爽路線的 就是不會讓你吃起來那種死鹹啊 黏膩啊 會有膩的感覺 這個還蠻不錯的 大推 這是我們今天的 鮮蒸蝦仁肉圓開箱 對 喜歡我們的話呢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G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